从车典礼由副县长王瑞德主持 并邀请到超人气网工白白 担任路线推广嘉宾 介绍水里乡 新盈乡 水窑 双农吊桥等景点 最后王副县长与出席贵宾 一同赠送农特产 给搭乘第一班台湾好行双农县的游客 欢迎他们到双农游玩 王副县长表示 台湾好行双农县从水里市区 到新盈乡双农村 如途行经领感社区 水里折摇 全家人人食日店 地利游客中心等站 通车之后对外地游客便利许多 也促进偏乡交通发展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红农柯硬的徐董市长 来首肯来跑台湾好行双农县 我们这个双农县是从水里到 双农会经过鼎坎社区 还有水里蛇咬 地利的游客中心 还有全家冉染时日店等站 对于这个要来双农 七彩吊桥还有双农瀑布 还有沿线旅游的外地 或者是我们的乡亲游客 是非常便利的 那对于想利用这个客运 也一并可以来做偏向交通的 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徐县长在立委的任内 他就一直在关心这件事 也在促成 让我们南车县的台湾好行的线路 能够越来越多 那我们加上今年增加的双农线 跟瑞农线 还有西头月潭线 那我们就有十条路线 当然南车县因为交通 比较不那么便利 所以我们会继续争取 除了在我们的八道 七大观光轴线上 他能够遍布 让观光客非常便利以外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乡亲 利用这些台湾好行的线路 能够达到习县长希望的 一级城市里面的三大主轴的领头发展 里面就是要先有交通 才有观光 农业的发展 还有经济的发达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为了让民众能够充分利用 这个台湾好行 那我们也推出 这个双农园区的票 这个门票跟来匪的车票 总共才165元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在 11月18日也要举办双农的践行节 那我们过去双农器材吊桥 已经有53万人次利用过 我们希望能够重振双农大吊桥 大家去观光 并且在临近地区旅游的这个风气 也吸引我们全国的同胞 还有我们的乡亲再去旅游 风龙客运董事长徐宏龙表示 感谢县府支持 让客运顺利与交通部观光局达成协议 的路线作为观光推广的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因为部落这边是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这个七彩吊桥跟双农的步步 我们希望说以这个方式的结合 能够让更多的外面的旅客能够进到 双农这边来看南投的好山好水 那风龙客运现在每天是提供12班次的 往返的班次 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多多利用 大宗交通运输工具 能够让这个地球更快乐 风龙客运台湾考行双农县 6288车次 路线从水里火车站到双农村 单纯票价56元 含双农吊桥门票 以及来回车程的电子套票165元 欢迎游客补访趁着假期来一趟执行之旅 记者陈云志信义乡采访报道